常來啦 所以是要怎麼辦 各位 這次同學是有備而來 他這次越考越高分 他想要跟同學分享一下他怎麼準備 我覺得說上課大家是同一個老師教 可是回去的準備方法不太一樣 你可以聽聽看他怎麼準備 也許你將來就是在一個多億金色證書的得住 我們先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那接下來給我半小時來慢慢發揮 就其實是我第二次考試 然後我第一次 第一次是考760 然後就剛好過藍色 然後其實剛才實在考 就剛才實在上課的時候可能就是程度也沒有很好 可能就只有四五百這樣 然後在這邊上到半年之後 就是現在是考到八百七十五 然後體力是滿分 就我還蠻驚訝的 然後老師的上課方式就很輕鬆吧 就是用那種輕鬆愉快的方式 然後讓大家學習英文 就是 就是解題技巧就是很好用 然後因為老師上課的時候都有 就是在多講解 然後就是 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因為那時候一月去考完正式考試之後 就是發現說 就是即使解題技巧很好用 不是平常你自己沒有去做練習 就是去訓練自己的手感 或是跟人家自己擔的質量的話 其實就是那個 你就算解題技巧不然就再好用 你的解題速度還是不會 達到像張老師那樣的訓練這樣 然後像有一些那個文法的那個 真的很也很使用 像衣服啊的那個 然後還有印代購那些 那些就很好用 因為文法應該是很多的造品 可是他就就是很迅速直接點醒 你很多可能一些不懂的地方這樣 然後聽力的話 就老師平台會鼓勵我們聽 他一直壓提嘛 那剛開始聽真的會聽不懂 因為他那個主持人口音很雜 可是聽久了之後你就會發現 你就會漸漸聽得懂 然後如果說你想要聽 那種正式的那個什麼 美國或是英國奧國口音的話 可以就是去找那個BBC或是CNN的 就是如果要聽正式的口音的話 就考試前去就是花個兩三天的時間去聽一下 因為那個時間都很短 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然後我考要參加 少年說就是因為學校太忙 可能比較沒有時間參加 然後在就是可是我都是自己寫題目 然後有問你以後還可以拿一問老師 老師很好 老師超好可以直接拿一問 對然後就這樣吧 對 然後 然後 就 聽力就滿分嘛 然後 文化是380 對 所以都是錯誤 錯誤 那剛才講文化很好用 不是很矛盾嗎 可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因為我都很考310啊 對 所以有幾乎70分 我已經還滿足了 嗯 好 我們謝謝他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向你便當 講得太好了 我們來加上一個便當送給你 OK 最後掌聲鼓勵一下 熱情一點點 OK 謝謝